YO!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主題 我們要介紹速度的定義 欸!很多同學在國小的時候已經有聽過了 可是他還是懵懵懂懂的 沒關係,老師在這裡從頭介紹起 速度的話,他等於所走的距離除以所花的時間 那他通常會寫出一個公式來 速度通常我們用英文字文的V來表示 他會等於距離除以時間 也就是t分之s,t代表時間 t代表你所走的距離 那我們舉個例子 已知花壩開車由台北京台中到高雄 共花了5個小時行駛360公里 其速度為 我們不是說了嗎?速度用V來表示 那所走的距離360公里 除以所花的時間5 因此就是5分之360 答案等於72 也就是每小時72公里的速度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?